审人员的具体防控政策 隋中县作为重点管控地区进行管理 来法审人员一律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隔离期限制来法审后满14天 期间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葫芦岛市除隋中县以外作为重点关注地区进行预警 来法审人员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来沈阳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完成14天健康检测 针对本轮疫情 今天上午葫芦岛召开了第十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 自2月8号葫芦岛市出现疫情以来 目前确诊本土病例是111例 隋中县外连续三天未发现新增病例 咱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详细情况 2月8号到16号24时 葫芦岛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1例 其中隋中县106例 青城市1例 连山区龙岗区各2例 隋中县外葫芦岛其他县市区 已连续三天未发现新增病例 2月8日至16日24时 葫芦岛累计追踪到密接者2110人 次密接者1813人 密接和次密接者均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2月16日0至24时全市采集核酸样本51.5万人 截止到17日90已完成检测48.55万人 据今天上午葫芦岛市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 疫情发生以来 隋中县设置的7个核酸检测移动方舱已全部投入工作 截至2月16号17时 隋中县全县采集核酸样本183.67万人次 社会面核酸检测已开展三轮 隋中全县共设置376个核酸样本采集点 并同步组建211个流动工作小组 对封控区内群众开展上门入户服务 样本采集实行单人单管 确保核酸采样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对于急重症患者和孕产妇等群体的医疗就职工作 隋中县第一时间确定了专人专班 开通了绿色通道 安排急救车辆 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运至相关医院进行诊治 目前隋中县已累计转运重症患者及运产妇117人 这些患者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